B21正式投产 解放军翻隐身网络严阵一带 美军赶来 我军就赶打 大家好 我是萧云华 去年年底 意在被推迟进度的B21隐形轰炸机 终于举行了节目仪式 时隔两个月以后 成功首飞的B21已经正式投产了 据美国国防部透露 目前该机型已经进入了低俗生产阶段 不出意外的话 在今年年底 我们或许就能听到 美国列装B21的消息了 那么当美军把B21拿到手指后 它没能用来干什么呢 说老实话 除了对我们中国进行战略威慑之外 还真找不到其他理由了 对付一般的小国 压根就用不上B21隐形轰炸机 而对付俄罗斯这样的大国 动用B21喊不露给乌克兰援助几件武器 所以说美军要是列装了B21 其用途是非常明显的 那就是用来对中国形成威慑 抵挡解放军 区域拒止反介络武力的优势 通过美军方面 之前披露的一些蛛丝马迹来看 在他们的构想中 B21能够从关岛出发 在中国的访区内 执行一轮轰炸任务之后 再返回关岛 除此之外呢 B21还能够介入台海局势 瞒过解放军的耳目 往台海布置水雷 使我们无法进行跨海作战 不过以上仅仅是美国人 想象中的一种情况罢了 如果美军真的敢让B21来台海 那解放军就敢出手 其实我们早就有对付B21的手段了 西北工业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 在去年发表了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主要讲的就是 如何猎杀B21隐形轰炸机 研究人员在一次战争模拟中 利用了无人机挂载空空导弹 击落了一架类似于B21的隐身轰炸机 这个研究团队称 直随能够击落是因为他们利用了一种新的固态燃料 魅冲式引擎 这个引擎能在飞行中任意调整能量输出 使其能够升至近太空 然后以6马赫的高速撞向攻击目标 竟然摧毁类似于B21的隐身轰炸机 除了利用空空导弹击落之外 解放军如今能够对付B21的手段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现如今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反隐身预警网络 从天洁卫星到地面米波雷达 再到舰船米波雷达 B21的紧身效果虽然很好 但是它的飞行速度并不快 亚因素就是它最大的致命弱点 一旦被中国米波雷达发现 那就只有被打下来的份 所以就算B21大量投产了 对中国的威胁相对来说 也是比较有限的 更何况B21现在还是低速生产阶段 远远达不到量产的程度 搞不好就会被轰二零给甩开 届时中美两国将在隐身战略轰炸机领域 形成一种制衡的局面 现在我们期待我国轰二零尽早与我们见面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加评论 下期见